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是变态吗 大家还看见有变态 府中商圈搭讪 想跟你做爱 网友办案 专业把媒组织干的 你再讲一次 没有 你要不要脸啊 你再讲一次我帮你录起来 你敢再讲一次吗 你在录我 我当然不敢讲 我没有恶意啊 到底是什么话 让这男子面对镜头就不敢讲 又惹得录影女子超生气 原来是这位恶男 在搭讪女子时 竟淫慧告白 想跟你做爱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敢讲这种话 没有我没有跟你讲啊 那你马上滚开 然而遭到爆料后 其中一名男子也被搜出 是专交宅男把媒组织的讲师威迪 而该组织也在粉丝团道歉 但强力切割 当日行为非教学 也撇清口出淫慧之语男子为学员 然而键盘柯南的网友们 就搜出该组织过去的文章 就有写到 用做爱当开场白 还交到一个正妹女友 只一口出慧言的男子 可能就是组织学员